大家好,我是修車阿宗 今天這一部 Sentra 180 的車子 來檢查輪胎 發現輪胎吃胎非常嚴重 它是吃內側 這也是典型的吃胎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吃胎 你看 這個內側已經磨得已經見到 綿砂的 這個非常危險 這個再磨下去快要碰到 剛濕了 外側還有 它這個 這個勾痕還OK 還沒有達到 那個 磨損點 可是內側已經磨成這樣 已經完全磨光了 我們來 這個還要確認另外一邊看看 你看 這個也是內側 等於這個 這個外側都還OK 內側已經磨損會長嚴重 這也是快要磨光了 這也是快要磨光了 這會造成危險 這個我們叫做 外巴 磨損 兩邊都磨損內側的話叫外巴 這個 輪胎更換完之後 還做一個定位 會造成這樣的原因 會造成這樣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 車子久了 那個仰角已經往上翹 造成內巴 或者是避震器 那個 這個避震器 已經有 有歪掉 有歪掉 這種車子都沒辦法 做那個 前外傾 前傾 這個 仰角那個調整 只能做 這以前的那個 吹方法 沒有改善這個 方法 就拿一個油壓棒 從 這一點 和仰角的地方 把它撐開 這個車子的仰角是這樣 它現在仰角是 真中心 它已經這樣 往下 或者是往上 這就是 它這部應該是 往上 造成輪胎 內 內部磨往上 啊我們就 用那個 油壓 油壓把它往下壓 壓回去 但是這是個 土方法 即時土方法 但是這不是正確的方法 這個仰角已經造成 往上翹 對不對 啊輪胎就會磨到內側 然後我們就把它 用油壓 壓下來 可是久了之後 它還是往上翹 啊有的現在 現在都改 改這個螺絲洞 改螺絲洞也可以改善這個 把這個螺絲洞 磨那個偏 火圓形 把這個 這個央角 我們就要把它壓下來 這個 好今天我們談 輪胎 吃內吃 就談到這邊 謝謝